弟兄姐妹们 平安 尽管我没有能够听到你们的这个回应 因为我必须要把你们mute 但是我相信 众弟兄姐妹心里一定是带着平安来到这里 如果你来的时候 没有平安 我希望你听完这个讲座以后 你能够带着平安离开 好 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有幸 能够请到孔雷汉清长老 来给我们做这个workshop Elaine长老 原来我们CBCGB职场事工 是邀请他 在一个星期前 就是原来的计划 是一个星期前来到我们中间 来带领三天两夜的一个退休会 是一个职场退休会 但是各位也都知道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所以我们被迫取消 但是我们也跟Elaine长老 希望他明年还能够再来 真正的来到我们中间 像去年那样来带领我们的一个职场的退休会 那 Elaine长老他既然知道我们这边取消了以后 我们也请他说能不能够给我们做一个非常特殊的疫情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座 那非常感恩 我有幸和孔毅弟兄和他一起在他的call to work 一个非常special的一个职场使命的series的workshop里面 我有参与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也因为是这样神的带领让我能够认识Elaine长老 从此我就觉得真是职场使命 职场事工的这个carning 其实一直都是在我们周围 我们可以看到Elaine长老之前在AT&T 有非常好的职场上面的见证 然后在两年前他退休以后 他继续的全时间的在职场事工的这个call to work上面 不断的来奉献他自己 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他来 我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Elaine长老 谢谢Frank 我很高兴CBCGB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我相信今天来到的不单只是在Boston附近的 我知道在费城、加州、德州 Cost to Coast 哪个各处或许也有一些是在海外的 我们来欢迎你们 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何等的感恩 因为你爱我们 你何等的怜悯我们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的光景 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也相信这个不是偶然的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也不是偶然的 我们相信你有你是必然的美意 我们也过去几个月当中 也看到你的美意形成的当中 已经把教会的长臂完全都拆尾了 让我们在美国各处全球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共享资源 都能够彼此学习 你让我们有好多的机会去分享去学习 也能够在疫情当中看到 虽然困难 虽然有着很多的未知数 有很多的变数 身份 学习 工作 家庭 规划 或者未来 或许我们当中会有焦虑的 恐惧的 主上的 绝望的 可是我们却知道今天晚上你要特别的激励我们 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 向我们说话 让你的真理清楚的来教导我们 你亲自的让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一个职场的新观 新的观念 而且有一个新的观念 我们在你自己的面里面是何等一个尊贵的祭师 你要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职份 跟一个位分来服侍你 无论是全时间的还是双职侍奉的 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你 今天晚上的时间 求主你自己来祝福 亲自来做光照 鼓励 安慰 引领 指导的工作 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这样祷告感谢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大家好 非常高兴 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也是最近我们在这边 San Diego 跟你们问好 现在是这里的四点半 你们东岸的七点半 我们常常在职场团庆里面 跟其他教会跟团庆都提到 这个疫情到底跟我们的职场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在同工讨论当中 其中有个题目我很喜欢 就是职场新冠 这个是一个新冠性的病毒 可是我们也听过好多人用疫情这个字呢 这个医呢就用了很多词句 然后我觉得职场新冠的题目呢 就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观念 而且呢有一个新的观念 那有五方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然后我预备了很多的材料 那就希望慢慢的能够跟大家来分享 而且呢能够应用在你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 个人的家庭的工作的 首先我们都看到 没想到这个2020年 是一个何等特殊的一年 不单只是一个 perfect vision 开始是2020的一年 而且呢也是定了整个世界 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一年 Milestone 那使者协会的总干事 博教授给我一些的slide 我非常喜欢像这一个 2020是一个精冠的元年 其实这个疫情之后呢 就是一个创始 第一次让我们再有一个重生的机会 有一个新的观念的机会 而且提醒我们可以带一个新的观念 我等一下会解释 而且呢我喜欢用紫色 因为呢当我们是做君尊的祭司的时候呢 就是很royal royal的颜色就是紫色 而且因为2020年 这个特殊的一年 就成为一个milestone BC就是以前我们以为是before Christ 现在是before COVID-19 所以在BC以前我们都可以握手 可以大家拥抱 大家很常见面 可是这一年当中 我们从12月从亚洲 NZ回来以后 就三月份一直到到12月份 所有的服饰的trip 跟要去外面的旅行 都完全都取消了 以至于使者的CMC 12月份在加州的也会上线了 所以我们今年都也不会出门 所以呢今年2020年 before COVID-19 就是以前的经历 过了以后呢 AD是什么 180就是 after这个disease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after这个disease以后呢 我们就完全有一个新的lifestyle 有一个新的所谓的新的常规 new normal是怎么样 然后首先我要先解释 为什么我用新冠 除了这个病毒的名字 是新冠病毒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 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提醒我们 彼得写在这里说 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拣选的 尊族类 是有尊君的祭司的职位 所以我们是royal priesthood 所以我就选了紫色 而且是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叫我们能够宣扬 拿造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整个的架构呢 就是一个为主发光 而且呢是一个尊君的祭司 所以你会看到紫色 也看到我们这个新的观念 也有一个新的视野 新的观点 所以呢 shine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架构 有五个主题 大家以前听过我的讲座的 都知道我很喜欢长头诗 所以我今天特别为大家预备了一个 发光的一个长头诗 S-H-I-N-E S呢就是怎么去 seize the moment 争取我们 这个时机 怎么去 从shadow 黑暗 进入shine 光明 就是有一个新的视野 走出阴影 那下面每一个呢 我们都分成 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工作怎么去处理 远程工作怎么的去 最好的去做 然后我们以后的职场规划 我们的学业 职场 以至于我们个人的健康习惯 跟丰盛人生 就是这个五个层面 跟大家一个一个来介绍 首先 我们先 请 Frank给我们做一个 poll 我们因为是两个小时 希望大家不会觉得 太久听到 所以会有一些互动 请大家用几秒钟 很快的 这个是不记名的 去po 看一下你们的 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最近这几个月 居家令 留在家里面 你会觉得怎么样 A 比平常更焦慾 B 比往常一样的焦慮 没有什么特别 便 C 比平常少焦慮 所以请选一个 是不记名的 所以你们自由的 有信心的 放心的 把你的想法放进去 第二呢 最近这几个月 居家令留在家里 我身边的人 第一题是你自己 第二题是你周围的人 朋友 家人 同事 教会的 社区的 你周围的人 觉得也是同样的回答 是比平常更焦虑呢 还是B跟以前差不多 还是C 比平常少焦虑 所以请大家 回答 然后Frank就会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要停这个po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结果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请大家 踊跃的投票 最后三秒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结果 然后看看大家在这一群 一百三十多人当中 大家的感受 好 所以 哇 很感恩哦 你们自己呢 比以前少焦虑 太为你们高兴了 然后你们周围的人呢 好像都比较焦虑 不简单 很高兴 谢谢 所以我们先就看 怎么能够在这个 疫情当中 有个新的视野 我们跟神的关系 怎么能够 有一个 走出这个阴影 进入一个光明 那我想这几个月 大家都看到好多线上 social media 有很多好 有意思的 卡通 还是 是好玩的 有些或许越看了 新闻数据越担忧 我特意今天就不放这个数据 因为大家都看得太多了 那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大家都戴着这个口罩 到底是 戴口罩还是口罩戴 还有呢 有人根本也没有人上飞机了 就这个 比如说 如果有人上飞机 咳嗽两声呢 人都不见得去哪里了 在飞机外面 有一个更可爱的 不是故意的 sexist 可是有一个就说 要避免这个男人 men 是什么 口 mouth eyes no 所以避免大家 不要这些 有一些的互动 可是呢 要follow 要跟着什么 跟着woman w什么意思呢 w就是洗手 wash hand 常常洗手 对吧 o呢 就是obey 我不用social distancing 我们不要antisocial 是physical distancing 对不对 m就是要mask up 戴那个口罩 e呢 就是exercise 要运动跟吃的 n就是no unnecessary travel 不需要就不用travel 那刚刚好 他们就把它变成 这个男跟女了 这个不是我的长口诗 可是我觉得蛮有 蛮好玩的 那有一些是好玩 有些呢 是很正面的 像这一个 应该有人看过吗 有一个很棒 把这个covid-19 变成是 Christ over virus an infectious disease 主耶稣是超越 所有的病毒 跟治病 感谢主 而且他这个 一久用 约苏亚的 一章九节 说 我起 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肝强 这样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 无论往哪里去 也会 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感谢主 这个是给我们 很正面的 当然我相信 事实上 我们的确的 有一些 焦虑 这个是博教授借给我的 很绿的香蕉 就是焦虑 也希望给我们 一点的笑 那我们有没有去想到这个 疫情给我们影响工作 学业 身份 肯定给我们 一点的焦虑的 那我们就想想看 什么东西 让你会有焦虑呢 是不是很多 未知数 它是变数 真的数不清楚的 多的变数 比如说到底 身份啊 学业 我们当中如果有学生的话 学业规划 我们的工作的变动 我们知道 等一下有 一些数据 已经很多的 unemployment 非常高 然后孩子的未来 现在大学 明年很多大学 都已经不要 不需要考SAT ACT 那又是不同的方式 然后学校也不一定会再开 9月份 所以学校已经决定会是 online 然后家庭的规划 健康的威胁 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些都 让我们会 可能会焦虑的 或许呢 我们在家已经三个多月了 生活习惯好像有点 变得随便 跟比较有点 颠倒也不一定 然后家 在居家久了 就变成很简单了 可能是睡意工作 或是上升是好的 下升还是比较随便的 因为他们看不到你下升 那跟同事已经好久 没亲自见面了 那可能关系又冷淡了 然后工作跟家庭 就没有办法平衡 比以前工作的时间 可能长很多了 早一点开始 晚一点结束 然后家庭时间又紧张了 反而读经啊 祷告啊 时间都会混乱了 又少了 然后跟家庭的冲突 气氛可能又比较紧张 有没有呢 那我们今天 第一个提醒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有一个新的 看见 新的 视野 像这个 很好的poster 就是说 我们在祷告 求神给我们 有奇迹 其实我们求神 给奇迹 到底 最好的奇迹 是能够改变 我们的情况吗 很多时候 我们的情况 或许不会改变的 比如说 我们的学业困难 我们的生病 还是我们的关系当中 像这个疫情 或许情况 没有那么快的改变 但是 我们可以祈求 神 改变我们的视野 给我们有一个 新的观点 有一个新的视野 接着这样一个祷告呢 神 就出现 祂就 让我们看到 祂的神迹 当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互动 出现 就像我们每天 无论是家庭 工作 把耶稣 带到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环节当中的时候 祂就把神迹 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甚至于在这一个 Charlie Brown的卡通当中 还提醒我们 我非常的 被激励 竟然Charlie Brown 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卡通 她说 我们或许是 physical distancing 跟其他人疏远 可是绝对不要跟神疏远 而且神是非常愿意 跟我们接近的 求主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心 都要交给耶稣 当我们继续邀请耶稣 到我们的生命来的时候 神就要给我们 有一个新的视野 新的观点 跟新的观念 我们最近在一个聚会当中 Scott Yeh 弟兄 有给我们一个教导 特别看到说 我们应该专注到一些 什么的事情 好像我们 能够在疫情当中 在这个危机当中 的确 可以看到 神可以把危机 转成 转机 而且 还变成良机 所以呢 我听了他的分享以后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长途师 让我们更容易去记得 就是怎么去专注于 祷告 P-L-A-Y-S 就是用着 菲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提醒我们要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活出一个标杆的人生 这样子呢 就把 哪一些让我们分心的 摆在后面 然后就把 帮助我们专注 好的事情呢 摆到前面 所以这里呢 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 然后我们当中 那次聚会的时候 分享 每一个 五个层面呢 都有很仔细的分享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分享了很广的题目 所以我 很多的重点呢 只是提到 就点到为止 就没有时间讲得太详细 因为每一个题目 都可以讲很久的 所以这个 P-R-A-Y-S呢 就让我们提醒到说 要 专注到 我们 的进展 而不是想到 我们现在的困境 跟困难 所以我们想想看 这三四个月当中 我们的确 有很多很好的进展 你可以思想 家里面 工作里面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数呢 已经很习惯了 然后呢 时间觉得 也蛮多可以好用的 二呢 就是 reflect 跟respond 不要随意的反应 react 就是或许 脾气啊 还是情绪化 而是呢 好好的思考 独立思考 跟反应 有 谨慎的去回应 这样我们对事 能够严谨 对人呢 能够仁直 怎么样去 适当的回应 A呢 就是 add value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希望所做的决定 能够帮助人群 给他们有 增加的价值 无论是他们的人 还是事情的解决 我们都能够帮助别人 解决问题 帮助他们 有一个新的领受 而不只是看到 我们希望有什么的成果 有什么的交易 why not just you can do 我们要专注于 我们能够做的什么 就能够去好好地发挥 我们做不到的 多思想也没用 所以控制不了的 停不到这个疫情的 我们就不去忧虑 我们能够做的事 能够装备自己 解决我们能够影响到 的人事物 我们等一下有很多的例子 最后 s呢 就是see the future 帮助我们看到将来 我们会变成一个 更棒的我 更棒的你 而不只是想到过去 wish I would have could have should have 好像很后悔的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我们不要过一个 后悔的人生 而是觉得说 我往前去 能够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在我们附近 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Rick Warren 牧师saddleback教会 他们最近分享一个 非常好的 新冠疫情的实践 我们就把它翻成 中文了 就两边 英文中文都有 然后它是用于 这个 罗马书12章 11到13节 而且呢 它当中的实践 目的是帮助我们 能够保持 我们的情绪健康 就是我们第一个题目 帮助我们能够 有一个新的视野 能够从黑暗 进入光明 那这个经文就是 提醒我们 不要懒惰 要殷勤 要在灵里面 时时火热 就是在疫情当中 还是火热的 常常服事主 我知道很多的同工们 我自己也是 很忙 今天这个会 已经是第七个会了 我每一天 最起码有四到十个的会议 是我讲座呢 还是教导 还是辅导 还是在董事会开会 还是各样的 所以非常忙碌 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 不用去出门了 就很多时间可以用 而且呢 在盼望中有欢喜的 怎么在患难里面 有忍耐 等一下会讲到逆乡 祷告上要横切 我们非常需要 刚刚讲了 祷告 P-R-A-Y-S 而且能够分担 圣徒的需要 怎么去帮助他们 打电话 送饭菜 可以关怀他们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介绍 这个是英文的 它是有九个S 开始的句子 然后一个C的句子 那我就跟大家来 很快的介绍 用中文来介绍 第一个是能够对自己 跟对别人 都有多一点的 恩典跟怜悯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不要给自己 太多的难处 跟不合理的要求 也不要给别人 太多的压力 有人觉得 有脾气 还是很有压力 不能够 适应的话 多给他们 不论是家人 配偶 同事 邻居 弟兄姐妹 都给他们 多一点的 恩典 第二能够 从头到尾 每一天都能够 求主给我们 祷告的灵 能够给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灵魂 加油 我知道有些事工叫 疫情加油站 太棒了 也有 妈妈加油站 我们都需要加油 小孩子很喜欢那首歌 Give me oil in my lamb to keep me burning 对不对 所以求主 让圣灵加油给我们 如果我们不 从神那边 给我们油 我们就不能够 服侍下去 第三是建议 坚持一个 简单的生活 越简单 越能够容易 处理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简单 吃的东西 运动啊 家里所需要的 都很简单 然后有一个规律 第四呢 不要看太多的新闻 越看就越 觉得担忧 数字一直在上升 所以一天看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有一些 除非有一些是 business news 也还不错 第五呢 就每天都安排 跟你所爱的人联络 非常重要 联系 我们的家人 我跟先生 当然每天有很多的 真的是又继续我们的 Honeymoon的时间 然后我们跟孩子呢 都常常 有whatsapp 还是每个礼拜 都有分享的 还有有些例子 第六呢 就是愿意我们的感受 诚恳的 能够讲出来 不要闷在心里面 第七 要重大的决定呢 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 第八 每天有足够休息的空间 运动 身心灵好好的照顾 更新自己 第九 要关怀那些 比我有更多困难的人 当我们愿意把注意力 不只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而是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很奇妙 你的焦虑就减少了 这个是保证的 我帮很多的人 我自己有经历过 当你把注意力 放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的忧郁就绝对会减少 最后 第十 就是控制所能够控制的 其他呢 就交给神 好 所以刚刚就是第一个 Seize the moment Shadow to shine 我们抓紧这个时机 能够去把黑暗的阴影 离开 有一个新的视野 走出这个黑的阴影 进入这个光明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会看 家了 我们明天是父亲节 让我们再提醒 怎么像玛拉基书 说要我们 Turn our hearts toward home 从我们所有的能够 把我们的心转向儿女 让儿女的心也转向父亲跟母亲 免得我们被咒诅 我们请Frank 再一次把第二个 poll给大家 来看一看 你们最近的心境是怎么样 好 这几个月居家令留在家里 我们的家庭关系是 A 比往前更糟 B 比往常大致相同 C 比平常好 请大家用几秒钟 不记名的调查 请大家诚恳的 自然的 很快的选一个 然后Frank就请你 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要关这个 poll 还有十秒钟 在大家投票的同时 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最后有Q&A的这个时段 请大家把你的问题 post在那个chat room里面 我们有同工会把它收集起来 好 谢谢 好 Home founded on love Stress to strain 第二个题目就讲到 我们怎么去管理我们的压力 家庭和谐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互动要接近以后呢 我们要好好的 回转到我们家庭的关系 的确把爱活出来 那我们看到 这个工作 在家里面的时候呢 父母亲的压力也是蛮重的 这个图案看的大部分是妈妈 可是我觉得爸爸也有当中的 同样有一些的无形的负荷 因为你们在家里面 现在就戴着好多不同的帽子 很多的责任了 对不对 你们要顾家 又顾工作 又要开会 又有孩子也在家里面 Homeschooling 对不对 他们也在家里面上课 所以好忙碌 实在是很多的压力 当我们在家里面工作的时候呢 说是居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我要提醒我们 然后也看到你们的回应 真的是比以前家庭关系好 我非常地感恩 就是说也要work on home 要work on home 就是说我们要经营我们的家庭 因为我跟你说 这一段时间 这几个月 在我们的医生 跟孩子的医生 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一天 24个小时 一个礼拜 7天都能够在一起的 当然当中会有很多的 有cooking cleaning 可能complaining 也有conflict 有很多的压力 可是呢 也是有很多meaningful conversation 所以呢 虽然我们说是shelter in place 我们可以考虑是shelter in God 然后居家令呢 其实也是主在我们的家里面 居住 给我们的命运 要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家里面 好多压力以外 我们的工作 你看到 哇 这是最新的报导 6月18号 报导说有 差不多 46 million 的unemployment falling 自从疫情以后 而且总括来说 有16.4的unemployment rate 非常的高 而且呢 有很多 也是上班没有薪水的 或是要你们休息 就也没有 不上班也没有薪水的 或是减薪的 所以整个工作的展望呢 都是很 让觉得很优香的 而且 要预备要找工作呢 也不容易 特别在学生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如果是 外国学生的话 更难 身份上 等一下也提到的 然后最近又有 这个社会上 这个种族歧视 很多的 的游行 又把这个 整个环境 更加的 严重了 然后慢慢的要 恢复呢 不容易 最近也看到 或许有 第二次的疫情 的 要增长 我们最近也听到 北京也是有 那除了这个工作的压力以外呢 当我们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 这个从 蓝色 开始 就是说 我们在家工作 有怎么样的 挣扎呢 远程工作有哪些最大的 挣扎 最大 20%的人说 跟大家 同事互动 沟通很难 因为不能够面对面 见面 不能够随意在 公司里面 随意 可以聊 讨论 然后20%说 觉得很孤单 18%说 很难停止工作 一开始上 网 然后开始开会 就不停的到晚上 那比以前都时间长 12%觉得说 家里面好多的 又做饭的 还是孩子 狗 猫 很多声音的 所以大家都蛮多 不容易的压力 然后10%觉得说 这个 不同的团队 有不同的 时区 那有的时候 像我今天早上 6点半就起来了 因为东岸有一个聚会 然后呢 今天这个已经是 第七个meeting了 那我们这里是4点半 是东岸的7点半 所以就说大家都 我有一次 最早是5点半起来 跟北京跟亚洲开会 给他们一个讲座 然后最晚的 可以到12点晚上 又是开会的 所以我们到 所以这些我们都看到 会有影响 又给我们很多的压力 所以呢 过去有一个压力的指数 或许大家有听过 这里就列出一些 在我们人生当中所发生的 比如说我们的 配偶过世 是最高的 100% 这个不是百分之 就是一个指数 100 离婚是73 那我夸了几个 跟我们现在有点关系的 或许被解雇 属于47 换工作 我们可能会面临的 36 那儿女离家 或许是相反 很多我知道 已经离家的 或许回来 回来或许又有一种的 某一种的压力 然后呢 要改变习惯 我们这个疫情当中 好多的习惯都被改变了 等一下我们谈到 希望我们有建立一些 好的习惯 然后呢 有些坏的习惯能够出去 然后我们跟老板的关系 也会有一个压力哦 看不到他 或许他会不会给你 多一点压力呢 还是更多担忧 你有没有做好工作呢 常常去打扰你 问你呢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的 那这些事情 这些不同的 发生的变迁呢 对每个人的指数 或许都不一样 看你自己的个性 所谓的Type A 比较要求高 完美主义者的人呢 就可能指数更高 因为他们要求高 然后更加会忧郁 愤怒 然后很悲观 然后觉得很厌倦 这个都是我们压力的 负面的反应 那每个人的 处理的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把一些 这样的变迁加起来 然后就变成一个 总的指数 然后就说 我们这个 如果超过300的话 这个属于非常重的压力 很高 引致于有疾病的 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的病 可能是从压力来的 然后如果是200到299 中度呢 也会有低维的病 就是低维的抗拒 可以有抗拒这个病 然后150到199呢 就比较轻度的压力呢 就比较低 然后能够可以抗拒 这个病的能力就比较高 然后149以下呢 就不会感到什么压力 所以呢 我们身体就比较健康 这个是很好的 那没想到 你如果上晚去找找的话 最近呢 因为疫情 又发明一个新的 PSI Pandemic Stress Index 你知道吗 其实PSI在物理上 其实是 pounds per square inch 就是一个正式 像你去那个轮胎 你的车子的轮胎 都是30个PSI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新的名称 叫 Pandemic Stress Index 是这个 Miami大学 发明出来的 然后他们有 一个网站 就给你一个 调查 然后你答了 那个问题 它就告诉你 到底你的PSI 是有多高 或是有多低 那你可以上网去找找看 那到底这个压力 好不好呢 其实哈 如果我们看这个图的话 其实压力 正面的压力 健康的压力 是好的 你看这个图 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压力 你看我们的工作的 绩效法很低 会觉得很boring 很分层 鞋台 觉得没有什么的推动力 没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呢 完全没有压力 也不是好的 那当我们有足够健康的压力 推进我们的话 是有一点竞争 有一点鼓励 还是有一点的分数 还是长想要鼓励 压力 健康的压力 就会把我们的工作 业绩 这个果效 更加的改进 增强 以至于最 差当的压力的话 就给我们最高的 业绩跟果效 那如果过了这一点以后呢 又会把我们的绩效减低了 到一个地步压力太高的话 我们就会行为失控 然后身心会崩溃 那这样就很危险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自己每个人 都应该知道 我们自己的观景是怎么样 到底你是不是在低 还是最好的状况 还是可以是 或许是最高的压力呢 所以呢 现在我是读工程的 所以我就很希望用这个工程师来解释压力 所以上面这个 Numerator 就是 Force 就是负债有多重 这个压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呢 我们刚才说的 有好的压力是震荡的 竞争的 鼓励的 那边都好的 然后下面有一些 叫垃圾压力 是什么 很多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人比人气死人 如果我们是Type A 要求过高 太完美主义的 那些都属于垃圾的压力 所以或许 刚才我们讲了 控制不了的 就又给我们压力的话 那个就不必要的压力 所以这些要减少 震荡的压力呢 可以欢迎接受 然后所以呢 我们要把压力减低的话呢 这个Force呢 就是要减低 然后底下这个 Denominator呢 就是 Area 就是我们这个面积 面积越大 Denominator越大 就能够越轻的压力 对不对 所以呢 怎么才能够把我们的 面积增高呢 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功能 我就列了这四方面 第一 能够解决 问题的能力 下面我们会多讲这方面 这个就是说 你的学习能力 解决问题 你的IQ 智商 有没有好好去使用 当你能够解决问题 你这个面积就大了 所以你自我的功能就 很好 压力就会减低 第二呢 就是你的IQ 情商 要健康的处理 你的情绪的好习惯 你的情绪 等一下我们多讲 这个情商的管理 当你越情商高 你的压力呢 就越低 第三 就是保持 这个 肩引力 就是AQ Aversity Caution 逆乡 这个逆乡 这个疫情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提升我们的逆乡 怎么在逆境当中 能够看到当中 很多好的机会学习 从危机转到 转机 以至于转到 良机 在这个疫情当中 看到不是偶然 而是神有什么 必然的美意 我自己在这几个月当中 的确建立更高的逆境 跟逆乡 而且更多看到神的美意 第四呢 就是更好的管理的时间 等一下会介绍一点点的原则 所以这个就是 给我们提醒 怎么去把压力 能够好好的管理 所以逆乡呢 就是 adversity quotient 我们中国人都说 不如意的是 时常发酒 肯定有不如意的 所以我们有失败 有难处 有挑战 好吗 不是不好的 其实在挑战当中 在失败当中 才能够学到更多 如果你在上网 找一些的 视频的话 有很多很有名的 像马云 像Mark Zuckerberg Steve Jobs 很多很有名的 Thomas Edison 都是失败了很多次 才后来成为 现在他们 那么成功的 他们 所以我们在失败 挑战当中 好好地学习 ABC Adversity builds character 也是罗马书第五章 所告诉我们的 怎么在逆境当中 能够建立我们的品格 逆境当中 建立我们的品格 所以在罗马书提到说 患难中也是 欢欢喜喜的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感谢主 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自己的一生当中 有很多的拐点 很多的失败 很多的难处 我是输在起点的 我的家是很贫穷的 有一段时间是无家可归的 十几岁从香港到美国 是难民的身份的 神很奇妙的拯救我 让我从一个 troublemaker 找麻烦的人 变成一个 peacemaker 把我生命改变了 成为一个和平之子 很奇妙 神开路让我到 Cornell 跟Princeton读大学 跟研究院 让我到AT&T工作 哇太奇妙了 里面有很多神的神迹 也是一个神话故事 就是神的话语 在我生命当中 奇妙的工作 就是在诗篇43篇提醒我们的 因为我们过去这几十年 所经历到的 神都在看顾 除神以外 我们在天上有谁呢 除了神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们的肉体 跟我们的心肠 或许会摔财 摔钱 但是我们的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们的福分 神都给我们力量 直到永远 所以神 我常说 神是很中国话的 God is very Chinese 为什么 他什么都不浪费 我过去几十年的经历 就是很多的 输在起点 很多的拐点 很多的失败 甚至于在工作里面 我是很欢迎工作的 Thank God it's Monday 感谢主 又是礼拜一了 可是 也是有一年 每个礼拜天 我都哭 Sunday Night Blue 因为礼拜一 我不敢去见 我一些很难的同事 非常艰难的那一年 可是也是在那一年当中 神建立了我的品格 给我的逆腔更高 所以感谢主 在我们的逆境当中 神要帮助我们 去面对 处理好我们的压力 所以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有三种的选择 怎么去面对压力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是要 Ware out by stress 是不是要让压力来 剥损我们呢 还是Rust out by Not doing anything 如果什么事都不管 就算了 那就变成生锈呢 还是最好第三个选择 就是 Lift out with Christ-like lifestyle and wisdom 让我们的敬仰 能够生活化 生命化 让主耶稣 让神的灵 让圣灵的有加添 在我们的灵魂当中 让我们能够有加油 能够在主里面更新 有一个新的观点 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他的选民 所以我们有基督的样式 有智慧怎么去生活 真的帮助我们从 stress 压力变成strength 好好的管理压力 用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的例子 然后呢 就Rick Warren 牧师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不好好去管理你的压力的话 压力呢 就控制你了 所以我宁愿你自己控制 让神来帮你呢 还是你要压力来控制你 我当然不要压力来控制我了 所以呢 那下一个跟大家介绍的长途诗是 strength 家庭得力 怎么帮助我们整个家庭 管理好压力之后 怎么帮助我们的家庭 重新得力 如荫展翅上腾 那讲到家庭我是非常有负担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 教儿童青少年 现在成人30多年 做主学老师还是导师 还是现在继续做mentor coach 非常重视我们的家庭的和谐 跟夫妻的关系 至于跟孩子的关系 所以我就总挂我们的经验 觉得说strength 就是这长途诗里面所代表到 代表到的八个特点 帮助我们提醒在家里面 一起得力 就有这八个特点 而且让我们提醒到 我们的夫妻关系 跟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不是你给多少钱 买多少东西 而是你跟神的关系 我们刚刚第一个提到的 shine 跟神的关系 进入光明 而且我们夫妻的关系 怎么能够活出来的见证 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所以这个strength呢 s就是能够 share devotion跟 prayer 我们每天 读圣经 最近读到约翰福音 每天都会把经文 跟家人的email来分享 每个礼拜跟孩子一起来祷告 同心祷告 t呢就是time 这个好宝贵 以前呢 大家好多事情 很多活动要出去 出门出差 然后呢 父母亲可能都是 所谓的不出席的父母亲 都不在的 或许呢 不是所谓的浪子 而是可能是浪父浪母 现在我们都回来了 大家都24个小时都一起了 感谢主让我们好好的用这个时间 来创造 记照我们一家人 一生以来最美好的回忆 就是在摩擦当中 有符合当中 也能够创造美好的回忆 二就是我们的关系 我们带领孩子 18年的宝贵的时间 就是帮助我们建立 一个美好的关系 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让他们能够独立成熟 爱神 爱人 所以这个是大前提 一就是empathy 等一下我们多讲同理心 And就是noble character 争取机会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在家庭生活当中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开会 都能够建立品格 Grace刚提到了 要有恩典 要有怜悯的心 或许有的时候 有点脾气 有的时候不耐烦 我们给大家一点恩典 体恤 怜悯的心 Tina就是talent 清楚明白 每个人的长短处是什么 看孩子喜欢做什么 就用这些机会来 或者是他们喜欢做什么游戏 还是做饭 还是做cracks 还是出去玩 打 当然不是很多人的地方 争取这个机会来彼此服侍 也服侍其他人 我知道有些孩子很喜欢做 一些的crack 劳作 做了以后就会送给一些邻居 送给一些老人家 送给一些病人 而且呢 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在家里面做家务 我们的孩子做家务呢 从小 我们不做是chores 也不是什么家务 我们叫是privilege 他们能够在家里有这个荣幸 做privilege 来一起服侍家人 所以都是从小都是很正面 看到说我们有这个荣幸来做 h呢 就是有这个 hear 7a 大家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考A 对吗 其实我们应该接受bc 也可以 只要他们有好的努力就很好 所以呢 我就总结到 特别青少年怎么跟他们互动 要有这个 听他们的7个a 听那就是hear h就是要帮助对方 彼此帮助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很需要帮助 可以主动告诉对方 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你 encourage去鼓励 正面的 等他会多讲一些鼓励的话 A advice 我们尽量要去 建议 而不是说命令 规定 告诉他们 少告诉 多讨论 多问问题 多聆听 所以不要唠叨 然后真的能够吃晚饭的时候 真的是享受晚饭 不要把手机去滑滑滑 如果一边吃晚饭 一边滑手机 你的夫妻跟家庭的关系 都滑下去了 所以把它都拿掉 真的好好吃晚饭 也不要唠叨 也不要去批评 论断 吃晚饭是去聆听 分享 今天有什么好的 有哪些 我们可以有趣的 可以分享 然后 就是尊重 那7a呢 就是我们 大家都喜欢考A 这个 我越想越多A 首先呢 affection 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很棒 还可以拥抱 外面就不方便了 我们继续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表示我们的爱 跟家人的一个爱 可以拥抱的 Amen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夫妻 每天一起祷告 跟家人 如果孩子在小的 可以每天 大一点的孩子 我们每个礼拜 都跟我们的大的孩子 三十几岁的孩子 都在Zoom祷告 我常就说 我们不能够做 Perfect Parents 我们不能够做 完美的父母亲 可是 我们一定要做 Praying Parents 一定要做祷告 在膝盖 下功夫的父母亲 那下面五个A呢 就多一点的例子 给大家 然后 总括来说 我们教养孩子 在这个疫情当中 继续要建立在爱 一定要从爱的出发点 从孩子 家人的需要 来出发点 然后怎么时候 要教给他们一些的 界限 正确的方式 跟讨论 然后什么时候 过了界限就要管 所以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去做 那下面这五个A 那就给大家一些的例子 怎么去互动 沟通 Appreciate 我们要多赞想 多谢 所以孩子们帮忙做饭 做Privilect 洗厕所 洗地 还是洗碗 倒垃圾 谢谢他们 祝福他们 感恩 非常感激他们 而且 不是要等很久 才谢谢的 马上 而且谢谢的时候呢 不是随便感谢 很棒 很棒 而且用很 直接 很好的品格的字 谢谢 谢谢你真的很勇敢 帮我去把这个 虫杀掉了 我自己都不敢去做 就把一些的 品格的字句 你真的负责任了 那么晚了 你还帮我洗 这个碗 可以跟我们的配偶 跟我们的孩子说 就是碗可能没有洗了你 那么干净 也没关系 有些就可以放过 所以我们要肯定 他们 affirm 要注意 catch them do right 做得对的 马上要 谢谢他们 我们要注意 要赞想 肯定 不是常常唠叨 说他们所做的 不对的地方 很积极的 主动的告诉他们 第三个A呢 就是天啊 我们知道神创造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要按着他们的长短处 来接纳他们 聆听跟尊重他们 然后呢 下一个是authentic 很真诚的 当你讲的时候 真的很诚恳的 想出来 也很愿意 告诉他们 也凭着爱心的 而且是不要随意 得罪对方的 最后呢 就是apology 道歉 我们的孩子 小的时候 我多少时候 要道歉 有的时候我发脾气 我预备发脾气 以前我还会 告诉他们 为妈妈祷告 不要妈妈发脾气 发了脾气以后 我就说 哎呀 孩子对不起 我刚发脾气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孩子呢 心情好的时候 就说 好 我原谅你 我们就好高兴 可以拥抱了 有的时候说 Not yet 还不要原谅你 那我就要等了 再问了 那我们就要 脸皮厚一点 因为我要建立一个好的 稳固的健康的关系 帮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 成熟的爱神爱人的孩子 所以呢我们就讲到 跟孩子家庭的关系当中呢 叫小心 我们的口舌 神很奇妙 创造我们 给我们有两个耳朵 一个嘴巴 有他的美意 就是我们要听 比我们所讲的 要最起码多 两倍 而且你看这个听的字 更有意思 如果你去研究这个听的字呢 繁体的好有意思 除了有耳朵听以外 而且还是这个王字 代表说 很尊重对方 把他成为像是一个王 一样去聆听 而且呢 很尊重对方的你 用眼睛去听 一心一意去听 圣经里面 雅各书告诉我们 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而且慢慢的动路 是很有智慧的 而且呢 英文字好有意思啊 当我们听的时候呢 listen 这个六个字母 listen 没想到 你把同样六个字母 换一下 变成什么 silent 沉默 太有意思了 所以呢 聆听就代表 我们要安静的去听 而且呢 你看很多真言里面 更提醒我们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八字名言 少开经口 多说经话 真言里面告诉我们 少开经口 如果你没有 经话 没有可以建造 建立 鼓励对方的话 你就闭嘴 不要说 所以就要少开经口 多说经话 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我们妈妈们 太太们 更需要 最后沟通 我们怎么建立家庭关系 有一个很重要 在疫情当中 这个也对我们的同事 也很重要的 就是 同理心 在菲律比书这里提醒我们 要怎么 劝勉 爱心 安慰 有同理心 那英文有三个字很类似的 apathy 无情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我不管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完全不管 我们又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去反省 第二个 sympathy 同情 I feel sorry I'm sorry for how you feel 我好可怜你 我同情你 这个好一点 可是也不够好 最好是 empathy 移 情 把对方的感受 他在下雨吗 把他的雨 也移到我们的心里面 同样的 跟他一样的感受 如果你这个听完以后 跟你的配偶 跟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说 哇 你最近一定是很累了 你一定觉得是很失望啊 他们会很爱你 因为你 懂得他们的感受 而且你把他们的感受 有一个名字 你真的是疑情啊 为什么我用那么多时间 讲到家庭里面的关系 讲到沟通呢 跟疑情 跟这个同理心 因为 如果我们看 爱的五种语言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也听过了 我常常在 讲这一个课程的时候 我就问我的听众 我都问说 这五个语言当中 哪一个他们是最喜欢的 答案是 他们最喜欢肯定的言词 跟着呢 就是精心的时刻 所以呢 刚刚我就多一点时间 跟大家讲这个 肯定的言语 然后 这个大家都知道 爱的五种语言 是Gary Chapman给我们的 帮助我们去明白 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所互动的同事 朋友 家人 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就给这个爱的语言给他们 我们爱的语言是什么 也愿意告诉我们所爱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祝福我们 所以呢 我把它变成一个简单容易记得的 长头诗 GIFTX 好 总结我们在家里面 要经营我们的家 不单只是work from home 我们要work on our home 就是把我们的压力 stress 变成strength 全家都重新得力 就能够家庭和谐 就总结就是要有 耐心 细心 恒心 信心跟爱心 让我们父母亲 成为孩子的榜样 我们都知道 身教比言教更有效 当孩子都看到我们的 言行态度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夫妻的关系 他们都会看到很清楚 因为孩子的眼睛是很学亮的 所以真言四章也提醒我们 一切一生的果效 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的 所以最后呢 总结这一个环则 家庭是很重要的 所以时间要好好管理 情绪呢 要调理 问题要处理 压力要清理 做事呢 要合理 做人 要明理 最后呢 给神的家人 有一个家庭的真言 要彼此享受 而不去忍受 真的是正面的享受 彼此代求 不要彼此要求 彼此去祷告 不要控告 彼此认罪 彼此认罪 不要定罪 彼此领会 不要误会 彼此肯定 不要否定 彼此扶持 不要坚持 彼此称赞 不要争赞 彼此相爱 不要伤害 彼此慰问 不要质问 所以祂主帮助我们 都能够把这个真言 一点一滴的去活出来 那就分享一下 我们的家人 每个礼拜 大概礼拜六 礼拜天 有一个多的小时 跟我们的孩子 我的大女儿 三十多岁 在纽约 我们的儿子跟媳妇 离我们这边 大概五分钟 每个礼拜 有的时候 有玩上线的game 一起的祷告 分享 然后呢 每天他们做什么饭 做什么活动 都给我们 WhatsApp 给照片 因为我们孩子 从小都有privilege 有亲礼 做饭 他们现在做饭 比我还棒 特别我的女儿 然后母亲节呢 就不能够一起 庆祝 他们就戴着口罩 女儿在电话上 然后送花 送晚餐 送卡片 然后喜欢 因为我喜欢长头丝 他们就把这个 长头丝送给我 然后呢 福庆节 明天呢 他们已经预备好 我们明天要吃的什么 然后有一些什么的 surprise给我们 我们刚刚礼拜一 庆祝我们 34周年结婚纪念 又很surprise 给我们送来的花 孩子带着口罩的 然后有卡片 说我们的婚姻 的确的成为他们的祝福 跟成为他们的见证 我们刚说了 我们夫妻 能够给孩子 最好的两个礼物 第一就是爱神的心 第二就是夫妻相爱的心 而不是 特别多少钱 多少的礼物 好 好我们就现在到第三个环节 就是讲到我们居家工作 怎么能够得胜的秘诀 请Frank给我们第三个调查提出来 给我们一百七十多位的听众 一起来去回答 在最近这几个月 家居令留在家里 我的居家工作的经验是怎么样 比往前更糟 就是你工作的经验 比往前差不多 还是比以前好 第二题呢 一样 可是是讲到工作的效率 第一个是经验 你的感受 第二个是你的效率 跟果效 A也是比以前糟 第二个是差不多 第三个是比以前好 Frank告诉我们 有足够的人数 什么时候停这个调查 好的 还有十秒钟 请大家尽快的来这里投票 谢谢 我非常的感恩 过去这两题你们都 真的很激励我 让我看到你们是很正面的 然后我们就会学到一些 居家工作的技巧 能够得胜有余 Intelligent Remote Working Tips 从Victims 受害者 变成Victors 得胜者 好了 好我们来看看 所以差不多 你们的经历觉得差不多 30%觉得 还更好 非常好 只有13%说比较糟 然后你的果效 那49%说差不多 29%说比以前好 然后22%是比以前糟 所以也没有说太不好 所以也是蛮被激励的 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的 技巧 怎么能够在家 工作更能够得胜 不会觉得是一个受害者 那刚刚已经看过 这一个的调查结果 就提醒我们 就有这样的一个挑战 因为没看到我们的同事 觉得很孤单 不太容易互动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 然后在这个危机当中 怎么真的成为 转机跟两机 有很多的机会 当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 看到老板 同事越挣扎的时候 也是我们 更有机会去服事他们 帮助他们 建立好你的品 个人品牌 是一个帮助人 为本的 为乐的人 当然要靠主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力量 所以这个呢 我就对比 当我们好像被困在家里面 居家工作 远程工作的时候呢 觉得好 不方便 觉得好像是一个 victim 受害者 对比 我鼓励大家 不要做受害者 要做一个victor 得胜者 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如果是受害者呢 就是一个fixed mindset 什么都觉得涌现 不能 不行 都是负面的 可是如果你是得胜者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个growth mindset 一个扩展 成长的一个心态 拿很清楚的对比 如果你是受害者 你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个不行 很多借口 可是如果你是得胜者呢 你就会有方式解决 我们刚刚讲到压力减低 其中第一个很重要是 学习更多解决问题 所以呢 我自己面试很多人 雇员工还是 面试考 Cornell Princeton 大学的学生 我都会问 他们有关于IQ 有多高自相 都会学东西跟解决问题 第二 他们的EQ 情相 与人相处 怎么样 团队领袖的能力 影响的能力 第三 就是AQ 刚刚讲到逆相 所以这个呢 都是 我们在 得胜者 所看重的 你是一个walking solution 可以解决问题 有方案的 不是因为 这个局限 就借口不去做 而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怎么去解决问题 是一个机会 然后呢 我们 受害者可能就会觉得埋怨 那得胜者就会说 有这样的一个埋怨 投诉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投诉 变成一个需要 我怎么把这个需要去解决 因为有需要 有投诉 是一个好的 就代表说 有空间去改进 所以这个是正面的 growth mindset 第三 当我们觉得 啊我 人比人气死人 我真的觉得 比别人 没有他那么棒 我就觉得好像是 受害者 可是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有信心 从神给我们 靠着他 凡事都能 靠着他 加添力量的 凡事都能 所以呢 就 求主给我们 智慧 而且也可以问 其他人 帮助我们 一起来去做 如果有人 比我们棒啊 好啊 我们就很谦卑的 去说 我发现你这个 做的比我好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怎么做吗 然后就不要去 blame 又是 去归咎 给别人说 都是你的错 而是愿意说 我有负责任的地方 这样子呢 人家就愿意跟你合作 而且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 我不觉得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而是说 这个只是暂时的 这个疫情会过去的 这个是暂时的 我们怎么在这个疫情的困境当中 危机当中 把它变成不只是转机 而且是一个良机 让我们的光芒 更加在黑暗当中 能够为主发光 做光作业 然后呢 受害者就觉得说 哎呀我想我都不行 但会失败的就放弃了 可是我们得胜者就 有正面积极的态度 神帮助我们 有一个 半杯满的态度 不是说看到这个水 是半杯空的 不是 我们有半杯满的 还有已经有的 我们可以好好用 没有的怎么去改进 最后呢 受害者就觉得 哎呀我们试试看吧 我们得胜者就说 没关系 Just do it 就像Nike 我们就往前有信心 求主给我们智慧力量去做 所以Victor呢 就是一个 长头师 怎么去得胜的秘诀 在居家工作 Victor's V呢就是 所谓的 最近学到的 Virtual Commute 有听过吗 我们都在 Virtual Office在家里 可是你可以 不用开车上班 可是 可以用五分钟 十分钟 去走路 就好像你去 一个Commute 去到公司 就每几个小时 有一点休息 I呢就是 增加 一对一 非常重要 跟沟通 我上了好多的课 很多的讲员都提到 在这个疫情当中 最重要的 无论是 你是领导 还是同事 还是下属 都要增加沟通 你的老板 或许不知道 你的情况怎么样 你可以多沟通 可是 不要唠叨 也不要麻烦 我很快介绍 一对一的一个方式 可是时间有限 不能够多 仔细地讲 我们一对一 跟老板 是非常重要的 或许以前是 两个礼拜一次 那现在或许 一个礼拜一次 当然也要体谅 老板的时间 而且呢 要很简要的 很精简地 把老板需要的 跟你要讨论的 快地去讲 所以要增加沟通 C就是caring 这个时候是很需要 关怀我们的同事 老板 客户 我们的 supplier vendor 让我们有建立一个 正面的关系 所以呢 紫色就是说 我等一下会多讲一点点的 那个琴箱怎么去建立 好高的琴箱 T呢 就是time priority 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 我们现在的时间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整天都在家里 要怎么去有 界限 什么时候是工作 什么时候的家里的时间 要分清楚 能够有一些 重要的 跟不紧急的先做 介绍这个概念给大家 善用时间 O呢 就是open minded 在疫情的当中 有很多的做事情 有一些创意的 怎么去 虽然不能够见面 可以一起吃饭 同事可以中午一起吃饭 你在吃什么 然后又讨论 还是可以有团队的开会 还是可以check in 看大家最近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从 对方需要光景来关怀 他们开始 不只是马上要进入 我们所工作的项目 要先关心对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 R呢 就是resolve problem 刚刚讲了 当我们IQ高 智商高的话 我们就成为一个walking solution 我们跟老板 做一对一的时候 也是要做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 来祝福我们的老板 我们能够主动的解决问题 S呢就是set boundary 就是我们虽然都在家里工作 可是哪一个时段是工作 哪一个时段是给家庭的 然后吃饭的时候 还是活动 运动 还是游戏 还是家里一起做 privilege 家务的时候都能够专心 一起去享受大家的时间 好 这个就是我们得胜者 在家里的方式 那很快的讲一下 这个一对一的方式 我们这个跟老板的一对一 是非常重要的 或许是半个小时 一个礼拜一次 或是看你现在的需要 目的是让你能够跟老板 跟你的同事 有一个联系 特别我们现在不能够面对面的话 更能够好好的沟通 有一个alignment 清楚我们大家的先后次序 我们的项目 同样的看见 谁是哪些最重要的 哪些是比较不重要的 然后彼此的鼓舞 彼此的鼓励 inspiration 而且呢 有彼此的feedback 这样就会有surprise 要早一点的 跟老板主动的提 那这个就很 不能够仔细的讲 可是呢 你可以拍一个照 如果你有兴趣 就是说用这个方式 跟你的老板做 或是你的下属 怎么很简要的 把你上次开会到现在 所成功出来的 事情能够好好的 简要的告诉他 你的成果是什么 不要太多的仔细 不要给laundry list 这个是面试也是 你的报告也是 要很简要的 然后有什么数据是最重要的 然后希望他给你feedback 而且呢 能够现在要做的呢 应该是什么是重要的 哪些是比较不重要的 大家能够好好的沟通 这样子不会有surprise 老板最不喜欢是什么 surprise 所以你要提早告诉他 而且呢 不要他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是不好的 然后呢 还有偶尔 一年一次 或是一年两次呢 讲一下你的career 这个就是很多的题目 就没有时间去讲 可是又给大家一个架构 可以去用 那这个是中文的 然后情相是另外一个提到 在跟我们居家工作的时候呢 大家的情绪跟压力 都可能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 提醒自己 要把我们的情相 除了我们的自相 逆相提高以外 我们的情相 这三个都是很重要的 我的情相定义 不只是说 明白我的情绪 跟管理我的情绪 也明白别人的情绪 去影响别人的情绪 我不单只是这样子 我的情相的定义呢 是 Don't let others' words and actions degrade your value and control your response 不要让别人的延迟态度 来改变你的态度跟延迟 所以不要让他们所做的 来控制你 这个我们在工作里面 常常遇到 我就常常想到 马太福音 十章十路节 怎么灵巧 像蛇 寻良 像鸽子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怎么样回应 怎么不要 因为别人的言行 来改变 那我就有一系列的 生活准则 给大家来分享 有关于我们的情相的 平常大家都熟悉 这个Golden Rule 黄金法则 对不对 Feed others as you would want to be treated 你想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别人 这个是最基本的 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 可是我觉得这个不够 我们应该有 就像我们坐飞机多了 就有不同的status 对吧 那真的就是白听 有Patinum status 我觉得应该是白听路更好 Treat others as they want to be treated 不是你想怎么样 而是他们想怎么样 我们就应该这样子去体谅他们 那这个还不够好 再高一层是什么 Effected Platinum 超白经的法则 就是Treat others as we want to be treated 这个就是win-win 当我讲到这个冲突怎么解决 conflict resolution的时候 就会讲到 有五个方式怎么能够做到win-win 最后呢 是最高级的 就是Diamond Diamond rule Diamond rule就是 鑽石法则 就是Treat others as Jesus treats you 耶稣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就是怎么对待别人 就是WJD 对不对 所以呢 最后在这个环则 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时间管理 所以居家的时候 最受挑战的就是时间的怎么运用 那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个工具 有些人可能已经学过了 这个叫Eisenhower Matrix 就是Eisenhower总统 那个时候 他好多的重要的业务要做 决定 成为总统很多的决定 他就把这样他要做的决定分成四个 然后用这个80-20的法则去判断 总共就是有两类型的 一个呢 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就在上面 另外一个呢 是不是紧急呢 左边就是紧急 右边就是不紧急 所以呢 就变成四种不同的事情跟决定 如果很重要又紧急 就是Quartion 1 第一个 就是马上要做的 明天要交的 马上要做的 今天要交的 很紧急的 第二呢 就是不紧急 可是很重要的 那不紧急 很重要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有时间呢 好好去做 这些是最重要的 这些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运动 那就是不重要又紧急的 看太多的电视 电影 逛街 当然现在比较不能够逛街了 所以就这四种的 所以呢 很快的让大家知道 我们最好的时间分配的方式呢 就是放在哪里 最重要应该放在第二个Quadron 最健康 最健康 最完美的计划 就把更多的时间 放在Quadron 2 就是提升你自己 提早做的事情 跟你自己人际关系 属灵上的 身体上的 身心里的 然后呢 当然Q1很重要 就是很紧急重要的 那其他的尽可能延期 交给别人 减少去做 当然了 好玩的东西也可以在Q2 对不对 家庭一起玩的 你也休息了 那些也是Q2 等一下会给大家介绍 一个好的健康的方式 所以这个呢 我就不多时间讲了 就是好多的很实际的方式 怎么去善用我们的时间 我自己用Microsoft Outlook 这个calendar很重要 我一天有四到十个meeting 什么时间 然后怎么分配 我需要做的事情 什么时候需要 怎么样按时间 我都 做饭我都放在我的 时间表里面 把时间放出来 跟家人聊天 还是跟先生一起做 一些活动 我们在家里的 还是可以走一万步 每天 而且呢 有一些多愿望 依此满足 比如说 一家人一起做运动 一家人一起做家务 又能够加添家庭的关系 又能够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所以呢 尽可能多做Q1跟Q2的工作 然后睡觉呢 又足够 然后每天晚上 跟每个礼拜的 比如礼拜天晚上 或礼拜一 就计划明天或下礼拜的工作 然后知道你什么时候是最精神的 有些人是早上 有些人是晚上 就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那个时候做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时间管理好 不代表做好多事情忙死 而是说做对的事情 而且是用对的方法去做 这有果效 又有效率 又是effective 又是efficient 不代表要做很多的事情 当然神量给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 一千两名子 两千两名子 跟五千两 所以我们就中心用神给我们的亲力 来去服侍神 无论在工作家庭服侍上 这个是英文的蛮实际的 一个善用时间的最好的建议 把一些类似的工作一起做 所以我每次做饭呢 都是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做多一点 这样子能够存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to do list 然后呢 每天做完以后 就觉得好高兴 哇这个解决了 然后什么时候把电话拿开 social media拿开 就让你更专心 而且我们献祭 我们比如说某些事情 五分钟要做好 或者三十分钟就不要拖延 然后要减少我们的拖延症 好 我们就到第四个题目 讲完我们的与神的关系 有讲到家庭 然后讲到工作居家 跟同事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职场下面很多的未知数怎么去处理 我们请Frank把新的调查给大家 这个不敬明的调查请大家很快的自由的回答 所以这几个月在家里的职业规划心态是比以前更糟呢 还是差不多还是比较好 好Frank告诉我们你还有什么时候 多少时候就要关 还有十秒钟 请大家尽快投票 谢谢 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就会再一次思考什么是职场 工作是什么的意义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mindset 因为神呼召我们的工作 我想让大家知道 这也是我过去二十几年一个很大的热情 去做职场事工 帮助我们在职场当中 知道神不单止呼召我们的牧师们做全职服事的牧师 神也呼召Frank 呼召我 呼召你去做一个全时间的双职事奉的人 双职事奉 你一方面在工作里面 在家庭主妇 还是你其他社区所做的一个服事 怎么在工作里面能够服事神 另外也在教会服事 所以我们是双职服事 我们不说代职服事 代职服事不是一个很合圣经的 所以是双职服事 我们同样跟牧师们一样有尊贵的 位分跟职份去做双职的食奉 所以我们的事工叫call to work 这是我们的网址 我们的目标希望帮助我们上班族 就是教会里面95% 不受信誉教会的人 耗之99%能够学会怎么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在我们工作上的呼召 我们有三个一就是鼓励上班族怎么有一些的工具 按着圣经怎么去带人处事 就是类似刚刚我们讲的一些的例子 有很多的讲座跟内容 第二个是Equip 帮助愿意更多在职场服事的 有带团契的公司里面 教会里面职场团契的 来装备你怎么有给你支援 中文英文的 视频的 书的 讲章的 可以去用 今天没有时间讲 可是你去网站可以去看 第三就是Expand 其实已经很多这些的 事工可以帮助大家能够连接起来 有中文有英文的 所以当我们这个职场的新的看见的时候 就让我们有一个新的mindset 知道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为了薪水 不只是为了有成绩 有成就 有成果 有成功 那些不是不好 那些都是很好的 重要是我们能活出基督 真的让耶稣在工作里面出现 我过去做了三十几年的工作 看到 耶稣在我每一个开会 每一个难题 每一个互动 神怎么出现 给我智慧去处理 而且 我刚说那一年 每个礼拜天都哭的 神怎么把那一年 成为一个很奇妙的一年 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讲了 反正就说 让我们把耶稣带到工作里面去 而且呢 我三十几年来 公司里面有一个空位子 给谁做了 是给耶稣做的 我说 Thank God It's Monday 感谢主 又是礼拜一了 又可以看到 我在周末学到的属灵功课 怎么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能够属灵操练出来 怎么活出登山宝训 怎么活出诗篇二十三篇 怎么活出真言 怎么活出保罗书信 怎么活出圣灵酒果 所以这个都是神要呼召我们 在工作里面活出基督 所以这几章是 博教授在使者的特会当中用过 他借给我用 我觉得很好 就想到我们这个疫情呢 的确影响到我们当中 还在读书的学生 特别是海外的学生 来到美国读书的 然后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工作 教会的生活都很被影响 可是我们也看到 其实像教会的事工呢 的确神打开好多的机会 给我们 就是不再有长臂的局限 也不再有州的界限 跟城市的界限 跟国家的界限 我们都可以跨城市 跨州跟跨国家 一起的学习上课 好这个博教授呢 就说这个数据 告诉我们过去的十年当中 来美国的留学生 本来在2010年非常多 然后最近18年呢 就一直往下去了 所以这二十年当中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呢 在H1B 最近这十年 又是有很多的拒绝 拒绝率 本来最低是5% 最高现在呢 是最近是32% 所以当中在海外学生 在美国读书的话呢 就应该有一个不同的计划 预备如果要回国 回到你们本来的国家 要怎么样去装备你自己 下面会有一些的介绍 然后总观来说 这四十年 有一个统计 78年到2018年 总共在 在差不多600万的海外学生当中 有60%都回去了 就是差不多4个million都回去了 所以很高的比率回去了 然后最近在5月底 总统也提到说 特别对中国海外 来到美国读书的 更加有点担忧 有关于这个科技的偷偕 所以呢就更加会不鼓励 或许让海外的学生留在这边 所以呢就真的是在两边 留不下呢 就可能就是美国 又可能现在疫情呢 又还没有完全可以回到故乡 所以很不容易 所以讲到这个职场下一步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很多的未知数 而且很多的变化 其实我们都知道 肯定是很多的改变的 因为有一句话 The only thing that's constant is change 所以改变呢 是一个常数 肯定的 问题不是有没有改变 问题是 有多快的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要面对这些改变呢 怎么很多的 处施怎么去做 或许团队要重组 然后裁员 或是少一点薪水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然后要不要换跑道 换不同转业 换行 那去哪要创业 换哪一种 那感谢主 神的话语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生命计提醒我们 我们不用惧怕 神绝对不会撇下我们的 一定带领我们 然后我自己做了30多年的工作 换了16个工作 33年当中 每一个工作的变换 神都很奇妙的带领 而且16个工作当中 其实大部分都是 Hiring Manager 公司来找我的 这个老板来找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的长项 知道我的个人品牌 就来找我 所以神一直在带你 然后我们在疫情当中 应该怎么去 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不要浪费这个疫情 要找怎么样的方向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疫情当中 真的 难以预料的改变 是一个新的常态 The New Normal 然后有一个词很有意思 叫Volka 就是Volatile 很容易变的 Uncertain 很不能肯定的 很Complex 非常复杂的 而且是很ambiguous 非常的模糊 所以这些的确是很 形容到我们现在 疫情这个情况 另外呢 我们也想到约瑟 旧约的约瑟 他那个时候 帮埃及王 做宰上 就是因为他 那个时候有 激发 可是他就很有智慧 在丰年的时候 好好的把 丰收留下来的 粮食留下来 好好的做一个 中心的管家 这样子在七年 后来七年的方年 就有足够的食物 同样的 现在我们 怎么样好好的 把我们现在有的时间 Time, Talent and Treasure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恩赐 跟我们的钱财 好好的 做一个好管家去应用呢 所以钱呢 我们要小心 尽快的注意 我们的钱是怎么用 因为现在 或许少一点薪水了 所以呢 清楚知道 什么是需要的 什么是想要的 想要的要减少 就不去买 我知道前一阵子 很多人去买 很多东西 很多 那个厕纸啊 还是 很多的 食物啊 米啊 可能有一段时间 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什么时候需要真的要用 才去买 然后尽可能更多 留下一些cash 储备金 然后也可以看 外面有什么需要 我们刚刚说 管理压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关怀别人 把注意力 放开 不只看到自己 看到别人有需要的 社区 教会 我每个礼拜有五到十个 我要关怀跟辅导的人 跟他们有孤儿的 有年轻的 有年长的 最年轻是大学 高中毕业生 最年长的 有五十几岁的 怎么帮助他们去 度过这个疫情 给他们辅导 那我们当 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真的是感觉到 私比受 更为有福 然后可以培养关系 接下来可以打电话 写信 在艰难的时候 黑暗的时候 真的能够 做光 做炎 也有智慧的去投资 怎么样 学习 我最近也学习 因为比较少管钱 我就要学习 我先生教我 怎么去管钱 然后也看看 祷告 求神给我们 更亲近神 然后看神 给我们哪些要学习 要上课的 我最近学了很多的课 不论是神学的 还是领袖课 自己也讲了很多的课 而且呢 也可以讲到很多不同的对象 不只是在我们这个区的 也可以在全美国 也是在国外都有 培养一些兴趣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往哪一些方向去呢 我们就做了一些的研究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在疫情当中 希望我们能够保持好我们的情绪 我们刚讲了 管理好我们的心态 然后愿意学新的东西 而且呢 知道自己的强项是什么 所以看中你的强项 要好好去发挥 然后你觉得 有一些是弱点的话 那怎么可以 把它更加的能够 加强 就不要把这个疫情浪费 我觉得这个疫情 实在是太宝贵了 我以前去年 常常出门 去年十月份呢 十一月份讲了二十六堂 一个周末 三天在硅谷讲了十一堂 就是非常不容易啊 可是现在呢 更棒在家里面呢 又可以学习 也可以看书 也可以写书 也可以讲很多的课 也可以关心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收获 然后也看到我们有什么的 transferable skill 就是软实力 比如说 所有的EQ AQ Project Management Critical Thinking 然后介绍一些什么 软实力 硬实力 然后呢 或许有一些的 新的契机要学习 新的方向的 所以呢 我们有一句话说 follow the money 哪一些的科技 产品 服务 是更多人愿意投资 更多人愿意在那边 生产更多的资源的 follow the money 不代表说 你要赚最多钱 而是说 谁愿意更多 投资 比如说 最近在硅谷的一些 投资者 就提到这六项 是他们最愿意去投资的 这六项是他们最愿意有风险投资的 最多的流量 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都不出去吃饭 餐馆就很难 可是呢 可以送 像我女儿在 group hub 就是很多愿意他们要送的食物啦 很多的东西都是上线去 order的 不去买了 然后有remote training 这三个月份的报告 像现在这个Zoom就是很大的 几百倍的增加 然后很多的 collaboration BioTech 特别我们要这个vaccine 很需要有很多 然后remote medicine 跟这个tracking 我们现在很需要tracking 到底你要跟谁接触过 这些都很重要的 然后另外呢 刚刚这个World Economic Report 在四月份的报告 说这十项是最 全球最 吃香最重要的科技的潮流 所以请大家 如果对这些有兴趣的 愿意学的 这些是 你可以去follow the money 我们上线的刚刚讲了很多了 跟robotic Digital contactless payment 因为都是不用钱的 都是网上 然后remote work Distant learning Telehealth 现在都很少看医生了 就是电话里面 他是跟视频怎么去处理 supply chain 3D printing 跟telecommunication 这些robotic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愿意可以去学的 硬实力 那软实力呢 2020年以后 统计被供应为 最重要的五个 软实力 就是有了AI 有了robotics 还需要这些的 就是人 不被机器来取代的 这五个 我们大家要注意 就是 IQ problem 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很独立思考 解决问题 Creativity 一些都是IQ方面 然后EQ呢 就是people management 跟collaboration 然后在整个当中 所有的难题 都不怕失败 不怕挑战的 就是AQ逆乡 所以这些都是 非常看重的 然后我刚刚放了 Syncfinder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鼓励大家可以 试试看用来 清楚你的长相 这样子你预备 你下一个工作的时候呢 就可以找工作 能够用到你的长相 也可以帮助你 了解自己 去好好的面试 把你的长相的 例子能够讲出来 那这些呢 另外是 在Lincoln 他们把 这最重要的五个 软实力提出来了 跟刚刚那个 有类似有关的 就是要有 创造力 说服力 乐于合作 适应跟情相 都很类似 所以这里呢 也列了一些 很实际的 怎么可以帮助你 培养这些的 软实力 那我这也 在这些方面呢 有很多各样的讲座 可以软实力的 培训的 然后呢 硬实力呢 也是吻合于 刚刚提到的 十大科技的潮流 所以这些就是 Blockchain Cloud Computing Analytical Reasoning AI User Experience Business Analytics Analysis Affiliate Marketing Sales Scientific Computing 跟Video Production 现在 Content is King 什么都是视频 然后 帮助你 大概知道 这些什么 如果你对这些 有兴趣的话 值得 让你去学 而且现在 很多的课 都是免费的 然后就是 有一些 要付学费 也不会很贵 所以呢 当我们或许 最近上了很多课 或许有点 消化不良 或者我们的头很大了 没有完全消化 所以帮助我们 要好好的 一方面 要往正面去改变 要学会以后呢 要消化 然后把知识 学 然后去问 然后变成 行动 按照你 这些很多 这个软实力 这些都是我很多 大部分 我都给课的 培训方面的 学了以后呢 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应用 实践出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最后呢 讲到 如果要找工作 面试 那这些都是 可以讲几个小时 我就很快的提到 现在疫情 特别注意到的 一些 视频面试 我最近帮助了一些 朋友 跟我的 mentee 他们都在找 有面试的 有工作 都是视频的 然后帮他们 做mob interview 然后呢 要让我们知道 怎么去 让camera看到你呢 能够是 eye level 有的时候我看到 有些把camera 放到好低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或者很高 因为是eye level 然后光线也很好 然后后面呢 最好不要有反光的 然后让你的 手势啊 你的脸孔啊 facial expression body language 都很好的表现 有一个热情 然后对你面试的问题 无论是硬实力的问题 或是软实力 还是behavioral question 都有好的预备 可以做mob interview 要练习 当然穿着要很正式 然后呢 要把technology 要弄好啊 知识啊 然后跟他 有一个eye contact 而且呢 完了以后 一定要很快的 给他们做一个 谢谢的一个 email 还是卡片 而且也预备好 应该问什么的问题 对他们公司 有些认识 对他们这个项目 有一些好的问题 要问 那这些呢 是最近出来的 就是说 最近 在面试的时候 他们会问我们的问题 他们会问你 你最近 这个疫情当中 做了什么呢 学了什么呢 所以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整个晚上的题目 怎么不要浪费 这个疫情 在你的属灵关系上 家庭 居家工作 职业规划 跟我们的 个人健康习惯 都不要浪费 所以你就应该有一个 很好的回答 告诉他们 你怎么没有浪费 这个时间 学了什么 然后 当这个疫情过了以后 你会不会愿意 到公司里面上班呢 你的时间是怎么用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 而且呢 你回答的时候呢 我很喜欢 帮助我的 mentee 学会用这个SOR 很简要的 S-O-A-R 的方式 30秒 把一个很 clear and compelling 非常 很convincing的故事 告诉对方 让他知道 你的长相是什么 所以要很sucinct 而且要很honest 而且呢 要很engaging 要很清楚 对方这个工作的 job description 然后把你 过去的track record 你的例子 能够表现出来 所以我很快地 做一个例子 S-O-A-R 就是situation 狀况 obstacle 障碍 action 行动 result 结果 我可以用一个 30秒的故事 跟你讲 怎么能够 用很短的时间 把最需要 最重要的 资料 告诉对方 让他知道 你的长相 这个句子呢 大概30秒 可是我是帮一个 mentee 用了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去理解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讲了太多 不需要的资料 那这个你可以听 我的一个例子 那我帮很多的人 能够帮他们的 IQ EQ AQ 都设立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 I am good I'm a fast learner I'm good at solving problem and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help the team one time my boss asked me to use a tool that we've never learned before and I took the initiative and study online for three weeks and as expert usually it takes 13 weeks to take the class so I learned the tool in three weeks and then I helped my team to use the tool and we finished the project using the tool and we got an A 所以这个大概是 30多秒 就讲到我的长项 是很愿意学新的东西 跟解决问题 然后呢 这个工具 难题是什么 是平常要13个礼拜的 我的行动是什么 我用三个礼拜 主动的去上网去学 而且问专家 所以你给他数据说 你的行动 把这个障碍去解决了 把数据13个礼拜 平常我只用三个礼拜 而且呢 我学会以后 就把他帮助我的团队一起用 结果呢 拿到一个奖 所以这个是个架构 一个例子 那就很多仔细的 就可以不用讲 所以这个sore 就是如荫展示上腾 上腾 就是能够sore 那这个呢 就是个所有的总结 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讲座 就是说在疫情当中 我们整个 职场的心态 mindset 就是 M-I-N-D-S-E-T 这七项 每一项都是很多的 教导学习 刚刚提到一些 怎么去 maximize 你过去的经历 来 transfer 在学会新的东西 然后呢 我有一些的工具 像刚刚的sore 给大家例子 还有一个5P 也有swat 跟怎么去把你的经历 来总结出来 I呢 就是 考虑到建立你的AQ 逆伤很重要 刚刚提到一点 要有感恩的心 觉得 逆境当中 还会欢欢喜喜的 A那就是 not worry 不要担心 你不能够控制的 stop worrying start living 就这样 不会觉得后悔 第一呢 就是develop 我们生命当中 有七个F 有我们的faith 信仰 我们的fitness 身体健康 有我们的family 家庭 刚提过了 firm 我们的工作 finance 财务 fellowship 我们的团企 我们的friends 团企跟服事 我们的friends 我们的朋友 然后会介绍 很重要的 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 这样才能够照顾好别人 跟其他的事情 这样呢 我们就很清楚地照顾 我们的呼召 calling career 跟community S呢 就是strengthen 我们刚刚讲到的 情商 有很多的方式 帮助我们 做一个好的领导 而且软实力 人脉 怎么去找mentor 怎么去mentor别人 一呢 就是enjoy the present 能够享受现在 现在就是个gift every day is a gift 然后最后呢 就是t 就是能够teachable 让我们的IQ 更加提升 让我们学习更多 其他刚刚学到的 提到的软实力 硬实力 最顶尖的科技 能够帮助我们 预备我们下一步的 职场的计划 好 最后 总结 就是 一 enforce self-care healthy habits purposeful 就是当我们 最后总结 就是回到我们自己了 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 不能照顾自己 就不能够照顾别人 也不能够处理其他事情 所以要有好的健康习惯 跟丰盛人生 好 Frank 把最后的一个调查 给大家 最近这几个月 在家里 我的生活习惯是 A 比以前更糟 B 比往前 差不多 C 还比以前好 所以用几秒钟 请大家 投票 然后如果有问题 等一下 传奇 Frank也预备好 我们就可以预备解答 好的 我们还有十秒钟 那我们还有五分钟 我很快的把最后这一个 阶段给大家 这个section 好 43%说 差不多 38%说 比平常好 太棒了 我真的看到 这一群是非常正面 健康的一群 那只有百分之19 是比以前更糟 感谢主 恭喜你们 是很健康的一群 那这个是我 很多时候人家觉得说 我好像都不会老 常常都那么多精力 有一个弟兄还说 我常常都像28岁 我要请他吃饭 其实呢 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 秘密武器 为什么我常常很有经历 就是因为其中 一个秘密武器 是我 很重视我的 self care 这个是我 几十年来的习惯 而且呢 这个是我照顾到 我的灵魂体 也是刚刚也提到一些的例子了 没有时间很详细的 每一个去讲 主要就是说 我照顾我的灵 与神的关系 每天读经 祷告 与神同行 我的魂就是我的 先生 夫妻关系 家庭关系 朋友关系 我的心 我的心又被加油了 我的体 就是我的身体 虽然不能出去 每天还是走一万步 每天 最近我们从二月 从亚洲回来 我减了十磅 当然我们健康 不只是为了减肥 其实主要是健康 对我们的身心灵 都很有帮助 所以这些是 不妥协的健康习惯 然后 Healthy Habit 对我来讲 是很重要的 所以 差不多就是我的 Middle name 那的确我的中文名字 Middle name是 HH 我的中文名字是 汉清 我广东话 因为是香港拼音 Hon Heng 就是HH 所以很有意思 神很幽默 所以 我的确很重视 Healthy Habits 那我鼓励大家 能够 每一个能够 都去练习 去成为我们的 习惯 就像刷牙一样 每天 有这个健康的习惯 而且呢 珍惜 今天或许是 最后一天 不代表我们 要很忙碌 忙死的去 而是又做的事情 有目的的 有 标杆人生 有丰富的人生 耶稣也有时间 去 take power nap 我们有足够的休息 也有包括 我们玩的时间 游戏的时间 休息 跟 轻松的时间 也要有 伴侣跟我们 一起来 祷告 一起来 同心同行 分享我们的苦乐 然后我们的态度 非常重要 要积极的 正面的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了 是半杯满的 然后呢 愿意学新的东西 而且每天 都是一个礼物 非常感恩 当你有感恩的心的时候 你每天就非常有喜乐 所以最后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经文 然后就做结束 那我今天给大家好多的工具 跟很多的建议 希望呢 大家不要浪费这两个小时 听了 如果一点都没改变 就是浪费了两个小时 我希望你们考虑 所听到的 选三样 你觉得愿意要开始 或是更多去做的 或许你已经在做 更多去做的 把你刚听到的 从头脑的知识 变成你心里面 非常愿意去做 变成你手中的应用 也成为你的 habit 习惯 所以这四个H 我平常都希望 我的听众能够去用的 选三个你愿意去实行的 或许 每天去运动啦 还是跟家人每天 还是一个礼拜两次 还是一个礼拜去玩游戏 运动 还是读经 然后呢 或是什么三样 不要做的 不要唠叨 能够多有同理心 希望你们 从head到heart 到hands 然后成为habit 最后呢 我们或许都也看过 这一个 所以我们离开 这个恐惧区 担忧 买东西 而去到学习区 就是不会学有心 不愿意 就很愿意去学新的 好好运用我们的时间 而且更加到成长区 能够去帮助别人 感激跟欣赏 然后呢 这个经文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 腓立比书 让我们提醒到 应该可以不用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就是 简称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 让神 因为神 知道他在做什么 神在掌管的 我们要do our best 神就会祝福我们 with the rest 然后呢 让我们 这个刚好又是紫色 就是说 低低确确的 神是掌管一切 神是 做着洪水泛滥的时候 神还是做着为王 祂是掌权的 这一切不是偶然 神有祂的美意 是必然的 神也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足够的力量 所以不用怕 不用疑问 也不用担心 不用焦虑 也不用不相信 因为罗马书提醒我们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呢 下一个经文 是哥勒多前书四章 15到18节 我们请大家回去 自己去读 提醒我们 这是自占自卿的 彼此我们永远的荣耀 这个自占自卿的苦楚 还一定会过去的 它一定 will come to pass 这是我生命的经文之一 我过去几十年 新竹以后 一直无论是在读书 工作 家庭服事 怎么去平衡我的生活呢 都是用这个经文提醒我 先求神的活和神的义 一切的东西都要赐给我们 神很奇妙 很信实 让我们知道 这个在New Jersey 一个弟兄 他手写的 他每天都发给我们 写的很美的一个字画 他说不要忧虑 因为靠野华 就得到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非常喜欢在尼西米的一个经文 最后 这个我教我一个五岁的一个亲戚 他都会背的 常常喜乐 孤注祷告 凡事先 这个是圣经里面三节最短 也很有能力的经文 让我们常常喜乐 孤注祷告 凡事谢恩 让我们真正的喜乐是 主为先 Jesus first 他为后 father second you last 你为末 的确喜乐就是这样的源头 感谢主 我是每一天就经历到这样的喜乐 神的出现 当神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每一个层面 家庭工作服事 神就让我们事半功倍 当我们只靠自己的努力的时候 就事倍功半 好 那 祝福大家能够继续做光作严 谢谢你们的参加 也祝福弟兄们 明天跟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让你们能够蒙福 也祝福你们的孩子们 感谢主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